折好口鼻挡飛沫 口罩防疫一戴上就是將近三年 現在口罩令鬆綁 終於確定在十一月上路 看現在的疫情是虛緩 而且下降速度是越來越快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有這個條件 去調整我們口罩政策 我想十一月應該會實施的 鬆綁細節還需要再討論 第一階段可能會傾向戶外不強制 但室內和人潮擁擠場所 還是要繼續戴 至於室內有條件鬆綁 專家猜測會是在第二階段 口罩令從硬性管理改為彈性 沒有馬上全面解封 也是考量年底春節大型集會活動多 人潮密度高時戴口罩還是有必要 當然要檢討室內口罩令 什麼時候可以分階段解除 我想最快的時間應該也要等到 明年春天過後 過完年假以後 我覺得臺灣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臺灣臺灣有不一樣的政策 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在國外基本上都不戴口罩 都恢復正常 就蠻開心的 對 就是我覺得臺灣就可以跟上國際的腳步 避免頭末啊 這些傳播的病毒啊 然後也帶習慣了 然後如果說是在戶外可以山上啊 之類的空曠的話 是蠻好的 如今要準備拿下口罩了 反倒是民眾很不習慣 全民這些年累積的防疫意識 也將隨著口罩令一步步卸下 再次有黃星辰 各位臺灣臺灣報導